北温非营利幼儿园现场都已经布置好 教室也都已经装修好 准备要迎接孩子来上课 没想到却在开学前一天才接到教育局通知 没有许多使用执照 因此孩子不能来上学 10月31号晚到大概7点 我才接到电话 就当然是有点错愕啊 原本隔天孩子就要迎接新的校园生活 临时被告知不能去了 让家长很错愕 原来幼儿园在6月开始招生 10月24号预告可以在11月1号开学 没想到原方却在开学前一天 才被教育局告知 使用执照没通过 我的感觉不像是原方的问题 有一个这么大的疲漏 教育局不只是惩罚 他们可能跨部门的贴解是不够的 就是在那天才知道说有这个事情 对好像是就是公文 他们也是在那天才收到的 我们需要如何做后续的处理 跟教育局也帮我们想要几个 可能有的安置方案 幼儿园总共收拖40位学生 11月1号就要入园的共有27人 有8人目前战届其他妇幼教室上课 11人回到原本就读的幼儿园 一人转临近幼保中心 北市教育局回应 因为天气因素及请照程序延误 造成延后开办深感抱歉 以积极横向沟通 加速执照审查程序 预计延到12月1号前开园 北方中学在今年4月20日 有向监管处申请 还有数项的缺子还没有补证 在7月8号的时候 推荐请他补证 监管处回应已经在7月通知补证 疑似是教育局横向沟通 没做好才会到现在还没取得实用证照 尽管全新的读动幼儿园 布置完善 最后关头插那临门一角 原房和家长也只能无奈接受 体别新闻 徐冠山草召人台北采访报道